接下来今天的大世界话题带你来看 台湾在目前12个邦交国当中 在太平洋岛国有一个邦交国 名称叫做土瓦鲁 虽然它的面积非常的小 只有26平方公里 但是跟台湾的关系确实非常的稳固 是很铁的邦交国关系 现在这个国家出现危机了 很有可能在30年左右会沉入海里 那么到时候台湾的邦交国 有没有可能就少一个呢 我们今天就要带你来揭秘土瓦鲁 来了解它跟台湾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存在 为什么说它跟台湾的关系非常铁非常友好呢 我们要先告诉宿宁这个故事 太平洋岛国旗几乎每一个地方都很小 财政状况也不是很好 土瓦鲁更是一样 它是一个在赤道附近 常年非常炎热 四周都是海 但是又异常缺水的国家 这个国家自己已经过得非常辛苦了 但是因为跟台湾的邦交国关系 有非常长期的往来 之前在我们台湾遭受到巴巴风灾的时候 发现怎么有一笔捐款是来自南太平洋呢 原来这笔捐款就是来自土瓦鲁 他们在台湾风灾的时候 捐了21万的美金来台湾救灾 虽然这笔钱并不是非常的多 但是已经占了他们GDP的1%了 从这个故事大家就可以了解 它跟台湾的关系确实非常友好 但是近年来土瓦鲁面临了巨大的危机 因为联合国公布了一份报告 过去30年 全球的海平面平均上升了 大概是9.4公分 但是太平洋地区的海平面上升的速度 却更快上升了15公分 海平面上升代表陆地就要往下沉了 这意味着土瓦鲁下沉的可能性又增加了 而有一份数据也显示 这个慢的话可能100年左右 快的话最快有30年左右的时间 土瓦鲁将会被海水给淹没 也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沉没的国家 那为什么海水对于这个土瓦鲁 这个国家威胁这么大呢 我们来带您看看土瓦鲁 它距离台湾非常远 大概有7000公里远 它是位在澳洲的东北边 但是它整个国家 我们放近一点来看看 就是这个蓝色的圈圈围起来的地方 它整个国家就是这样子环状的 而且是由9个岛屿环状组成的 因为中间的地方已经沉下去了 旁边原本有一些沙滩 白色沙滩已经看不到了 所以就变成这么细细长长的 一个大圈圈 围起来这个圈圈 就是他们的国土面积 它的土地面积因此非常的小 只有26平方公里 是全球第四小的国家 大概这个面积 是台北市的十分之一而已 甚至比内湖区还要小 陆地上它最宽的地方 也只有四公里 那土地对当地来说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因为它土地面积一直在往下沉 甚至小朋友连玩乐的地方都没有 他们只能把机场当成游乐园 不仅面积很小 它是世界上最难抵达的国家 想去土娃鲁没那么简单 要转机再转机 要从斐济搭机 一个礼拜顶多只有两三班而已 也因为它很难抵达 所以它非常神秘 就算有一些观光客 一年也不是很多 大概只有两千多个左右 由于它存在的下沉危机 那么之前有一任土娃鲁的外长 他就曾经呢 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是 他拍过了这一支影片 他身上穿了西装在演说 但是放大一看 他的下半身是泡在水里的 这样的演说就是要呼吁大家 重视他们的问题 那也因为以后可能有土地会消失 所以当地政府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他们从2022年开始要打造一个数位国家 也就是把当地的岛屿跟地标 复制到一整个虚拟的世界 也就是复制到原宇宙的世界去 所以到时候就算他们的土地没了 人也牵走了 至少当地的文化 当地的历史文化还能保存下来 一直以来附近就是澳洲有出钱 让土娃鲁填海 来对抗这个土地的下沉 但是土娃鲁跟台湾建交这么久 过程当中其实也出现过危机的 因为我们知道南太平洋岛国 它在整个岛链的岛链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中国不断地在太平洋岛国挖墙角 像是土娃鲁附近的国家 这些像所罗门 2019年的时候就被挖走了 跟台湾断交 还有诺鲁 诺鲁也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 2002年还有今年2024年 第二次跟台湾断交 就当周边的国家相继跟台湾断交的时候 土娃鲁甚至一度被认为说 他的立场有松动 但其实土娃鲁从独立之后 他就跟台湾1978年建交至今 关系超过了45年 他在国际上面一直都是非常挺台湾的 挺台湾加入WHA 辩论到超时 好几次他也发言 希望台湾能够重新返回联合国 而今年他们有新的选举 新总理上任 这个总理上任之前 大家一度还觉得怕怕的 因为大家以为说他会转向 一直他都没有公布过 他到底跟台湾的关系是什么 一直没有明确表态 大家以为他会拥抱中国去的 但后来这个新总理讲了一段话 他说基于民主价值 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台湾 我们接下来就来带您看看 这个台湾在南太平洋岛国当中 非常铁的邦交国土娃鲁 湛蓝海水配上碧海蓝天 这里是太平洋岛国土娃鲁 看似具备了度假胜地 该有的所有条件 但是观光客想来这里旅游 恐怕无法来个浪漫的说走就走 根据我国驻土娃鲁大使馆的官方网站 旅客要去土娃鲁 必须先在澳洲 纽西兰 新加坡或日本第一次转机 之后再飞到北济 搭乘美星旗两道散办的小飞机 才能抵达土娃鲁 土娃鲁当地民风淳朴 总人口约一万一千人 陆地面积只有25.9平方公里 比新北市的板桥区大一点点 这个美丽岛国几乎没有天然资源 主要收入来自外国的援助 加上地处遥远 所以每年只有少数旅客到达 想要靠观光才养活国家 并不如想象中容易 如今土娃鲁却面临存亡危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在太平洋岛国论坛 向全球发出严重警告 指出一场全球性灾难 正让这些太平洋天堂陷入危机 2021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 66次缔约防会议 当时的图瓦鲁外交部长 把演讲台搬到户外 可以看到他膝盖以下 直接泡在海水中 拉远一看海面掀起阵阵波纹 实在是令外界相当震撼 他当时极力向世人喊话 希望可以减缓气候变迁的速度 但时间一年一年过去 情况似乎继续恶化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 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 过去三十年 太平洋部分地区海平面 上升了约十五公分 速度之快 超越全球平均升高的九点四公分 当地民众说起来很无奈 似乎已经习惯与大自然变化共存 但是科学家提出警告 即便是在暖化相对温和的情况之下 图瓦鲁可能在未来三十年之内 几乎完全从地图上消失 为了抢救生存空间 图瓦鲁提出填海造地计划 希望长期对抗全球暖化 只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 图瓦鲁被淹没的未来 恐怕已经近在拒取 在立新闻一路报道